从这张开始我们来学习一下TX Access的基础功能实现 来解决我们上一张遗留的一些问题 首先我们来解决处理请求URL参数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需求分析 还有我们上节课遗留了一个问题 来看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中我们发起这样的一个请求 那我们希望最终请求URL结果 就是我们前面传用的BaseGet 后面能拼向我们这样的一个Paris的参数 也就是BaseGet问号A等于1 and B等于2 那这样的服务端它就可以通过你的请求URL 解析到你传来这个参数数据了 那实际上就是把这个Paris对象的Key和Value 拼接到这个URL上 好我们再来看几个更复杂的例子 当我们这个参数的值是数组的情况 比如说这个例子 我们这个Full它对应的这个值是一个数组 那我们最终请求URL就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Key就是这种数组的形式 就Full它带一个中号 就是数组的形式 然后它会把这数组的每一个值呢 拼接到这个后面 那还有这个就是参数值为对象的情况 就是我们这个例子 这个Full它对应的值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值 它是一个对象 那最终我们请求URL结果是这样子 这个结果是什么意思呢 它实际上就是后面拼接的是我们这样的一个 Incode后的结果 那这个值呢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对象 通过这个JsonStreamify后的一个结果 然后再Incode 也拼接到我们URL参数后面 好 还有我们的值 就是参数值是Date类型 就是我们的日期类型 那如果说你的参数值是日期类型呢 它实际上这个拼接结果是这样子 它把日期上调用我们这个 TrueRSOStream这个方法 返回的结果会拼接到我们这个日期这个Key上 那当然我们还会支持一些特殊字符 那比如说像Ad 冒号 $等等 这些特殊字符呢我们也是允许 出现在URL中呢不希望被Incode 好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请求 然后我们这个Full呢是这样一些特殊字符 那这种我们请求这个URL呢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里要注意的事情就是我们会把这个空格字符 就是一个空白字符 转化成我们这个加号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空值的忽略 也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个值为NOW 或者Undefined这些属性呢 我们是不会添加到URL参数里面的 比如说这个例子 这个Param它的Bus 这个是个NOW 那最终请求URL呢就不带这个Key了 就这个Key被舍弃了 最终就是还是这个Full bar 然后就Bus为NOW它就舍弃掉了 Undefined也是一样的 还有就是丢弃这个URL中的哈希标记 那有些时候呢 我们的URL可能会带一些哈希的值 那我们的哈希呢 是不希望最终会拼接到我们这个请求URL地址中的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哈希丢弃 所以我们最终请求URL是不带这个哈希的 还有就是保留URL中已存在的参数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的URL中呢 可能已经带这些参数了 那我如果说这种情况 我们只要把这个Param对应的这些属性 只能添加到后面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种情况呢 我们最终拼接参数是Full对Bus andBus对Bus 好 那这是我们针对这个URL的分析 也就是说我们要解决这么多情况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来编写它的一个代码实现 同样 好